幼犬要死了是怎么征兆 王杰 职业手医师 幼犬要死了征兆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 幼犬的四肢无力侧躺在地上 只有微弱的呼吸和心脏波动 第二个 幼犬对于外界的失误 感知程度也大大降低 基本得到丧失 比如用力掐着动物的大腿 动物可能 没有一点身体反应 第三个 幼犬要死了是怎么征兆 第二个 幼犬的体温急剧下降 可以触摸动物的腹骨多处或者耳根 都会感到冰凉 第四个 幼犬可能会出现可视黏膜苍白 比如眼睫膜 口腔黏膜发白 有时 动物还会伴随着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综合上述所说 一旦动物表现以上症状 需要立马送到当地的宠物医院进行就医 以免耽误病情 错过最佳的治疗周期 第四个 幼犬要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